这个大 这个大 铜关 这个铜 慢慢慢点 镜头前被警方追回的铜关是盗墓贼在一座千年古塔下盗卷的 不仅如此警方还从盗墓贼手里追回一颗释迦摩尼的佛牙 这个也是个铜关 这个就是释迦佛牙 一只在这里边你能看到用金丝缠绕的这个纯金管 里边装的那个佛牙骨 用那个金丝缠绕的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5年 盗墓者是一个饭店老板 他伪装成餐饮店的老板租下一个铺面白天开饭店晚上盗居骨塔 每天晚上十点多钟 客人走之后 他们这些作案的嫌疑人还进来 在这打着劳动 一直打到电线凌晨四点 这座骨塔就是陕西省宾州市的开源四塔 始建于北宋时期距今九百多年时间 开源四塔的四周都是广场白天和晚上活动的人很多 盗墓贼究竟是如何作案的呢 2015年一个举报电话打到公安局说开源四塔被盗 后来警方经过摸牌调查分析开源四塔的地形 如果消息属实盗墓贼肯定是打盗洞进行作案的 这个药材公司距离这个塔稍微能近一点 最主要的是他们药材公司将院里四处全部盖上了门面房 向外出租 所以在这里打洞的可能性最大 随后在对药材家属院走访调查下 警察发现了一家经营川菜饭店的铺面非常可适 平时解松啊 有个锅里嘛 看这个传有师傅平时还没上衣 但一直想减持着 当时就喇嘛 随后警察立即对这家饭店和老板的家里进行突击检查 在他家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 地下室两间房里全部被摆满 眼前的一幕就连从事了多年行政工作的大队长都十分惊讶 随后警方立即对饭店的老板和他的帮凶全部抓捕提审调查 在证据面前饭店老板也就是此次盗墓案的组织者魏勇某交代了一起 据为勇某交代在饭店经营长达十个月的时间 白天开饭店晚上十点后关门就开始挖道洞 这是当时警方拍到的挖道洞的地方 洞口大小也就仅仅一块瓷砖大小 每天完工之后就立即用瓷砖盖上 然后再在上面放一张桌子 他们把挖出的土全部装在水泥口袋里 然后偷偷用面包车运到郊外秘密倒掉 最让人惊讶的是 这十个月的时间李卫勇某的隐藏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就连在这里上班了十个月的厨师服务员都丝毫没有察觉 随后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 魏勇某运用同样的方法 在全国各地竟然盗居了六座补塔 其中陕西境内的这座补塔几年前 他也是伪装成卖模老板 租下房东的一处房间 然后在床底下打到洞对补塔进行疯狂盗卷 令人惊讶的是房东在几年后盗墓贼落网警察追到他家取证时 他才发现家里的盗墓 自此之后 警方将所有的盗墓者全部抓获 也请来文物局专家对开源四塔地宫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在里面考古队员发现珍贵文物全部被洗劫一空 只剩下盗墓贼没有搬动的物账碑一个 最终按照物账碑名文上的记载考古队发现 这是北宋时期为了供奉释迦摩尼的一颗牙齿专门修建的古四塔 随后警方根据盗墓贼的交代 从一名文物贩子手里将所有倒出来的文物全部追回 就连释迦摩尼的牙齿也被找到 这个就是释迦佛牙齿 这批文物多达96件可以说渐渐都是稀释珍宝 盗墓贼从里面挖出卖给文物贩子疯狂获利580万元 最终为勇某被判刑15年 这批文物贩子疯狂获得更多 这批文物贩子疯狂获得更多 这批文物贩子疯狂获得更多